騎飛輪的小秘訣 哈囉 你好 我是飛輪教練杜薇 今天要教大家幾個騎飛輪的小秘訣 第一個動作在飛輪上面很簡單 就是所謂的坐姿 坐姿的時候手握握把的兩邊 或是你可以握握把的最外側 身體保持平衡 核心收緊 踩踏的時候主要用你大腿前側 跟大腿後側的力量 保持你踩踏節奏的畫圓 第二個動作很簡單 就是你阻力稍微加重一點 慢慢的站起來手握握把的 最外側的兩端 或是你可以握前面一點保持身體的平衡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內訣就是 你的膝蓋要往上踢你的握把 保持用你的臀大肌的力量 把你的踏板往上拉 那另外一個動作就是我們所謂的跳躍 就是你回到坐姿 然後配合音樂的節奏 四拍八拍或是十六拍 四拍坐姿 然後換成四拍的站姿 然後再回到四拍的坐姿 再回到四拍的站姿 然後取決於課程的安排 然後來安排課程的節奏 身體穩定站起來的時候 用你核心平衡的肌群 左右肌群穩定 然後再回到坐姿 HELLO 大家好 我是健身工廠的教練 DANIEL 今天所要教大家 就是三個健身的動作 以男生的話最想要做的動作 是胸跟肚子 他的手臂 第一個動作呢我要教大家是浮地挺身 那浮地挺身他所謂用到的肌群 就是我們的胸大肌 我們的前三角 跟我們的公三頭 投幣的話我要大家做一個肩外展的動作 那肩外展呢會做到我們的肩關節的三角肌的外側 中段的位置 那腹部的話就是叫大家做腹部捲曲 那腹部捲曲就是腹部的動作 他會用到整個腹部的肌肉跟核心的動作 那這三個動作如果持續做一些訓練的話 你一定會有很迷人的線條的 GQ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陸世銘 今天我要教大家的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最基本的運動的概念是什麼 那其實大家會忽略一個就是 其實你運動的時候要動 要動腦 你姿勢要做對要做標準 那你要做慢要做對 如果你沒有感覺到痠痛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就沒有運動到那個肌肉 那另外80%是飲食 那最基本的大家都知道 比如說要推胸啊 二頭啊三頭 所以最基本的 可是最重要的是你的飲食 如果你80%沒有控制到的話 你的線條不會出來 大家好 我叫孟多 教你們最基本的動作 1 2 Jab & Right 這個動作齁 用到三頭 還有兩個腹肌 打到Right的時候 一定要轉腰 然後 打左手的時候 右手包覆你 右拳的時候 左手包覆你 看一下齁 1&2 轉腰 這個叫做1&2 接下來呢 教你們三個拳 三個拳 叫做Uppercut Uppercut Uppercut的 用到二頭 還有背的力量 還有 都是用到腹肌喔 OK看一下齁 一樣從這邊 1 2 一樣 打右拳的時候 左手要包覆你 打左拳的時候 右手包覆你 最後有一點難喔 叫做旋踢 旋踢的話 整個身體的力量 還有肌肉都會用到 屁股變得很恰 還有腹肌變得很明顯喔 看一下齁 1 2 3 這個時候 叫做旋踢 主要的是 膝蓋超過鼻子 膝蓋超過鼻子 超過鼻子的時候 像這樣 叫做旋踢 大家試試看吧 HELLO GQ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蔡薄喜 我練太拳 可能身材有點變 那其實變得也是好的 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也比以前好看 有變的原因是因為 我是為了泰拳 我才進了健身房 然後才開始跑步 那跑步就是為了我的心扉 因為我一直對泰拳很有熱忱 那我是很希望 能推廣泰拳在台灣 然後能讓我們台灣的選手的程度 會上進步 我以前覺得武術是一個很無聊 好像不用到腦筋的一些白痴在那邊 這樣亂打來打去 但是後來我才發現 其實是非常intellectual的一個運動 泰拳 然後我後來也是有研究其他的武術 我覺得泰拳是 以我個人的看法是我覺得 是所有武術裡面最最美的 他的動作啊 他的做的 那我那個時候 學了一次就 就沒有在練 嗨各位GQ的讀者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 怎麼樣瘦 那個鮪魚肚還有腰間肉 那其實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最容易囤積脂肪的位置 消除鮪魚肚還有腰間肉的兩個方法呢 其實就是 開合跳 還有左右的跳動 那開合跳呢 其實算是強度比較輕的 老少賢魚的一個動作 所以只要在跳起來的時候 將雙手合十 雙手舉至最高的點 然後雙腳張開 恢復動作的時候呢 就是恢復原本站立的動作 然後雙手放在大腿的兩側 然後重複進行的交替 那至於速度呢 其實可以根據自己的呼吸來配置 那想要強度比較高的呢 可能呼吸就可以加快一點 然後動作再稍微加快一點 然後動作再稍微加快一點 那你也可以從緩慢的開始 那我建議其實就是 循序漸進的 從最慢的速度 慢慢增加到最快的速度 那左右跳躍呢 它一樣 那左右跳躍的動作其實 難度比較高一點 要注意的就是 往左邊跳的時候是先跨左腳 往右邊跳的時候是先跨右腳 那動作呢 其實跟舞蹈動作有點像 就是左右的交替跳躍 那這兩個動作呢 也是一樣可以透過提升心跳 來消除我們的脂肪 消除鮪魚肚 還有消除腰腱肉 哈囉大家好 我是劉宗宏 今天要教大家幾招 健身的小動作 做這個小小的跨越動作 這樣子 就跨你的椅子就好 很簡單 你只要記得一件事情 不會做錯 就是腰挺 你做這些動作 腰都是挺著 因為你已經長時間這樣彎了 對你現在不好 所以你腰挺著做這些動作 一個是正的 正的踩的 10秒鐘 好 這延展 這個動作都10秒鐘 第二個側邊的 然後再來轉這個 正面面一個 好 這加起來30秒好了 好不好 右腳一個 左腳一個 這是對你的脊椎 頸椎 腿部的筋動很好 最後就是這個 有三個動作 教各位一下 第一個動作是這樣子 就是往前 腰挺直往前 所以你一定要是看正前方 然後以十下為意囑 做這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呢 就是往旁邊的 側邊的 也一樣十個 左右 然後再來一個是交錯 剛才講的拉伸 跟這樣的一個運動 簡單的做完 調整呼吸 剩最後 自己給自己30秒 這樣做一個呼吸 就這樣子 踮起來 雙腳伸直 吸氣眼牙放下 一天運動量 你可以呢 讓你自己第一個 絕對不會容易放胖 再一個就促進你的新陳代謝 讓你能夠 一天都可以很有精神 大家好我是班傑 今天我們要做 辦公室健身 第一個 就是手臂的線條 你要怎麼練呢 就找一個椅子 椅子呢 手幫 掰兩個旁邊 腳放外面 下去 上來 下去 上來 那就是 一直重複這個動作 三 四 五 六 七 再休息一下 休息大概 一分鐘到兩分鐘 再做一組 總共都三組 這個 就結束了 你的tricep就會有力 那我們下一個動作 是練腿 一直擺在旁邊 抓住去穩定我們的中心 那我們就單腳 單腳站 另外這腳呢 拿起來 等它是平的 平的時候 翻過來 一樣平的 伸展出去 再收回來 伸展出去 再收回來 這個 那男生的屁股其實要練出一個形狀 就是要靠這種 把腳抬起來 伸展出去 持續的踢 二十下 再換邊 二十下 把屁股的形狀練出來 不要讓自己是一個扁屁股 好 這就是第二個動作 好了 現在手的線條 腳的線條 都已經有了 剩下的就是肚子的線條 你坐在椅子上 扶旁邊 腳抬起來 往下層 再抬起來 再往下層 一直重複這樣的動作 最後一個叫下面這個肌肉 往下層的時候 你就可以主攻下面的腹肌 也就是小腹的位置 這個練習 總共要做三組 一組 要求高一點 四十下 總共是一百二十下 只要你可以保持練 這三種辦公室的健身方法 保證 你也可以當一個DQman 我們看 快點 快點